大家好,欢迎来到林姐说AI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宝藏级别的网站 它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 在AI时代,我们的学习方式、学习资料的来源 都被重新的重构和颠覆了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是由麻省理工学院 所推出的这个MIT Learn的这个网站 在这个网站上面包含了麻省理工学院 整合的12000多个课程体系 而且它还帮你配备了一个AI助手 叫做Ask Team 你可以通过这个AI助手去获得你最需要的一个课程 你可以通过和它的对话 找到最适合你的课程 并且你也可以通过和它对话的方式 去了解这个课程里面的个性化设计 这个课程里面的内容 除了包含课件、PPT、作业、还有在线的一个视频 以前我们在学习很多知识的时候 比较依赖于我们所获取的信息和资源 在AI时代,像这样的网站的推出 它会彻底的颠覆我们的教育和学习的方式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网址是learn.mit.edu 这个网址呢 我也会放在我的视频简介和我的置顶评论里面 这个网站里面全都是来自于麻省理工学校 它整合的很多的在线课程 里面包含付费的也包含免费的 有些课程学习完之后 付费了你还可以获得对应的证书 我们一起来试用一下 打开这个网站之后进入mitlearn 右侧呢 我们可以通过注册免费的登录进去 方便进行课程的收藏 完成之后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最显著的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里面呢 你可以直接去搜索对应的课程项目和相关的学习资料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去搜索AI相关的课程 输入AI 然后我们点击搜索 你看这里呢 就进入了它的一个搜索的一个界面 这里呢 就会有非常多的选项和课程 在左边呢 会有很多的筛选框 如果说呢 你想使用免费的课程 在这里呢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free 勾选这个免费 然后呢 这里出现的课程呢 都会是免费的 而且在这里呢 还会有很多的topic 这里面的topic呢 它的课程的主题是覆盖了我们学科的方方面面 可以看到这里信息技术 数据科学 数学计算机 商业 社会学 人类学 AI学 物理学 各种各样的课程 你都可以在里面找到 我们再也不担心 获取到不专业 不全面的课程 这里的课程 它教授的讲师 背景 而且资料 都是非常的全面的 在左侧这个地方啊 它还有三个选项 这里显示的是这个课程的来源 包括这个MIT的OCW 这个是个公益的课程的组织 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你的课程是不用付费的 还有MITX 还有这个bootcamp 就是说整体的课程的选项 我们在这里呢 是可以进行一个筛选的 我们也可以通过关键字去搜索 这里呢 它把所有的课程分为了不同的一个选项 在右侧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方式去排序 这里是最佳匹配 还有最流行的 最近新添加的 即将要上线的 可以做各种各样的选项 这个方式呢 是定向搜索的方式 在MIT Learn的这个网站里面呢 还提供了一种非常AI化的方式 它这里呢 配备了一个AI的小助手 帮助你去学习 而且在这里的输入里面 沟通对话里面 它是多语言的 你可以去使用中文和它对话 比如说我这里说啊 我想学一些AI相关的课程 在这个搜索框里面 我输入了我想学一些AI相关的课程 点击回车 你看它就自动匹配了 直接用中文回答我 而且会询问我的学习兴趣是什么 我的背景啊 教育水平是什么样子 这个网站里面 它针对不同的教育水平 有不同的匹配课程 针对本科生 研究生 博士生 它的课程也有不同的分级 这个网站它是面向全球的用户的 而且MIT论这个网站 它的课程数量是超过像哈佛啊 那样几百个的免费的公开课 它的课程数量特别多 而且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它的学科覆盖是非常广的 在这里呢 我跟这个Tim对话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跟他再说一下 我想学习AI相关的基础理论的课程 以及如何应用AI工具实操 我的学历是本科 然后他就会给我去推荐相关的这个合适的课程 这里他给我推荐了四个课程 这里有课程的简介 而且说明了这个课程的提供方 因为他这个平台是整合了多个来源的 而且这里呢还说明了是否会提供认证 因为很多人学习这个课程是希望获得相关的认证的 获得这个certificate 然后在这里呢 我点击一个第四个课程 我点一下 这里右侧呢就出现了对应的课程 它这里课程相关的信息和内容都是有了 我这里有个功能啊 特别大家注意一下 可以点击这里的 askTim about this course 就是我可以和Tim去沟通这个课程的相关内容 他就是定向的一个学习的助理的 他不仅是匡泛的 现在里沟通的内容和这个AI助手对话的内容 就被匡在这个课程相关了 就相当于他是你的课程的小助理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就点击一下 askTim about this course 那我就问一下他 这个课程主要讲的是哪些内容 因为我用英文问的 他就用英文回答我 然后我就说请用中文回答我 他就把这个课程内容给我介绍了 你在这个课程使用和学习的过程中 所遇到的任何问题 都是可以在这个小助手的对话里面 去了解更多的信息和内容的 在这里呢我就跟他提了一个需求 我说我想把这个课程的内容制作成视频 请给我金句和详细的脚本 看看他能不能够帮我解析出来啊 你看还挺详细的对不对 即使这个课程是付费的也没关系 他这个付费呢 更多的是针对说我要颁发专业的证书 你仍然可以通过和他的AI人工助手 听你的对话去获取这个课程相关的内容 你看他也是针对这个课程形成的内容 我们再试则搜索一下其他相关的课程内容 比如说我跟他说我想学习博弈论相关的内容 同样的他们也给我推荐了几个课程 我们选择第一个看一下 他这里说提供方式这个OCW OpenCourseWare 这里面呢基本是免费的课程 他的级别是研究生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Asking about this course 和他去对话 同时呢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把这个课程收藏到我们的书签里面 或者是说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按钮 进入到课程的材料的界面 现在呢就跳转到了这个OCW的这个界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他有不同的课程资料 你看Celibus他的大纲 包括他的这个课程的教学的这么一个思路 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他的学习材料 还有演讲材料 包括你看作业都在这里面 还有考试是什么样子的 有哪些这个Games 有哪些活动可以在这个课程中去推进 不管你是一个老师 还是你一个学生 或者说你想学习权威的这些优秀的老师 所讲授的课程 你都可以在MIT Learn的这个平台 去找到相关的资料 这个里面全部都是宝藏 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网站里面去看一看 一定能找到你喜欢的相关内容 那么像这样的AI的教育工具和教育能力的上限 让知识的平权又更进了一步 而我们的教育方式也在被重新的颠覆 以后未来的教育拼的就不再是知识资料 知识资源的稀缺性了 未来的孩子能不能够在新的AI时代 掌握更多更新的资源 学习到最新最前的知识 核心的并不是他在哪里 而是说他对学习这个事情的注意力有多强 他的学习动力有多强 以后孩子他这辆火车能跑多远 取决于他内心是不是有一团熊熊的火焰 驱动他不断的去探索新的位置的领域 去吸收新的知识 而像MITLearn这样的网站也会越来越多 帮助我们享受更多的知识的分享和教育的评权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期内容对你有用 记得关注林姐说AI的频道 以后会有更多的AI相关科技相关的内容 给大家去做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